在世界杯结束之后,德国权威网站转会市场,公布了足坛最新的球员身价,法国新星母搭配的身价狂涨3000万欧元,来到1.5亿欧元的高位,而C罗的身价狂跌2000万欧元,目前只有1亿欧元。 大英第一地星自然拥有超高身价,凯恩本赛季为热色贡献41球6助攻,是球队当之无愧的领袖,也被认为是目前世界足坛最出色的中方。 在英格兰国家队,凯恩不仅要攻城拔债,甚至还有回撤组织的任务,是国家队最出账的大腿。 梅西今年31岁了,俄罗斯世界杯可能是他最后一届了,他没有谁可以依靠。 埃根廷队的实力相比德国,巴西等队远远不如,即使和前几届的埃根廷队相比,也远远不如,他几乎全球人人皆知。 梅西并不是一个生来的强者,从小的梅西患有诸如正,可梅西并没放弃,一直在努力一直在成长。 梅西的成就,我想无需多言,1.8亿欧元的身价位列第二,26岁的内玛尔被德国美企评为世界杯股价最高的球员,他的身价比较符合目前在世界足坛的地位以及个人的能力。 内玛尔的长途分析能力十分优秀,内玛尔身价1.8亿欧元,位列德国转会市场最具价值球员之中的第一名。 看到这里,再看看这个月的工资,柳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嘞,大声告诉我还有什么高薪的职业可以做。